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现在更新的频率有点慢 最近有什么热点新闻 那就是我隔壁法国巴黎奥运会 聊聊奥运会 也聊聊我关注的跳水运动员全红蝉 以前就做过他的节目 上次是什么时候 2020年的时候 什么夏季 什么什么什么奥运会 什么锦标赛之类的 当时是得了一个冠军 这有几年过去了 你要说小孩子确实是小孩子 你要论年龄来算的话 那长辈我不想这样说 我就是小妹妹全红蝉 以前在做他节目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做节目的出发点是什么 就是说中国队 那既然是中国队这边派出的代表 那就是得聊天嘛 做节目嘛 做时政嘛 得符合我观众的口味 我观众当时喜欢听什么节目呢 中国不好 中国啥都不好 就是说即使中国队他得了冠军 那你也不能说他好 你得想办法去黑他们啊 也不是说黑 就是怎么着你鸡蛋里边得挑骨头吧 怎么聊之前说全国队他即使为国家队拿了冠军 但是呢他个人呢又是否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都是国家的机器的罗夫丁为国家填砖加瓦 他自己到最后会不会被国家抛弃呢 然后呢还说一些例子 因为之前在中国有那个体操队的冠军嘛 然后呢退役之后啊 就是从小在国家队里面训练 也没有掌握其他的生存技能啊 然后对于其他的什么 对于社会的认知了 然后谋生的能力也都不行 干嘛呀 那只能够在路边啊 把自己的奖牌摆出来 然后街边啊 做那种体操啊 卖艺啊 举这些例子说 你看看中国的国家队 就曾经为国家打过金牌的啊 混的多惨啊 说到全红禅那时候也是一样 你看他这么小 就让他参加比赛啊 包括现在啊 这几天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 说这种变着发鸭水花的这个节目啊啊 这种项目就不应该存在等等等等 嗯 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吧 在这里就不讨论说这个奥运会啊 要不要应该把这个啊取消跳水啊 说什么没意义不没意义啊 这个争论到最后也没结果啊 有些人支持 有些人反对啊 那么就是单纯从啊 全红禅这么一个小啊 小小小妹妹啊 能拿冠军 之前呢 想办法去撕弯啊 想办法去黑啊 说中国队怎样怎样 啊这几年过去了呢 我个人呢 我看待事务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 很多人说我是什么收了钱了啊 贵中共了啊 什么收钱 什么当拿狗粮吃狗粮了 这个你们随便啊 你们怎么想都无所谓 我呢 现在做节目呀 我不想去讨好任何人啊 我也不想去说服任何人 我只说我自己的观点啊 以及自己的转变 转变就变了 就大大方方的承认 就是之前啊 是中国什么都是不好的 包括这个国家队出征和金牌 我也要说他不好 现在再去看这些事情呢 人家能拿金牌啊 你不管你说这个跳水啊 压水花把水花压到最小啊 这没有意义 既然国际上他承认有这么一个体育项目 竞技项目 既然存在啊 就有市场啊 就有人看啊 就有人买单啊 就好比我们做时政节目吗 哎呀你对着空气说话啊 巴巴巴巴巴巴说十分钟 有什么意思吗 那有些人就喜欢去听这些东西啊啊 有这个市场呢 你看这个跳水 既然有人喜欢 那么就有市场啊 那全红蝉他能够得金牌 能拿第一 这就是能耐 你看他的维基百科 十七岁啊 小孩子呀 拿了三块金牌了 这是什么呀 这叫能耐 能耐 人家有能耐拿金牌 你不能 我不能啊 你让我从十米跳台跳下去 摔了我呢 浑身乌子啊 以前我也跳过 呃 老家那边河 桥上面啊 也有个七八米高吧 啊 就抱着这个轮胎游泳圈 就呱唧往下跳了 结果入水的姿势不好 那水趴在这个胸上 拍的都都是起义身上那种红点 血印的 那是被水拍的啊 人家跳水能够呃 能能够压出水花 能够很美的姿势入水 这就是能耐啊 人家能拿冠军 那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做到啊 他在这个局部的领域啊 他是拔尖的 他是一流的 那有什么可黑的呢 那现在你让我再去看这个话题 几年过去了 真的我不想黑 没什么可黑的 人家有这个能耐吗 那再说这个什么改变命运 不改变命运 人家拿过奥运冠军 这还不足以改变命运吗 全国长自己都说了 自己拿了奖牌才知道啊 自己家里有这么多的亲戚啊 首先在面子上面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要面子有面子 要理的 只要他想要 肯定也有理的啊 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是国家的机器的一份子 对于他来说 想改变命运 那轻轻松松的事情 因为之前 关注移民这一块嘛 也曾经给很多一些国家去咨询 比方说一些台湾了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了 一些什么特殊人才移民 人家张口就来 你有没有得过诺贝尔奖 你有没有得过奥运冠军 满足这些条件的我们国家马上就给护照 我说我没有 真没有 没得过诺贝尔奖 那后来我以前后来我还做节目说什么 诺贝尔奖 诺贝尔和平奖 你给我我都不要 什么诺贝尔文学奖 是吧 这个你 我个人怎么去看的这个诺贝尔奖 这是其中一方面 但是呢 你有没有这个能耐 像莫言 能拿到这个奖 像图幼幼 拿到什么青霉 发明什么的 不是不是青霉素 医学领域能够拿诺贝尔奖 这都是能耐 我没这个能耐 是奥运冠军 我更没这个能耐 那你要是从这个角度 你嫁接到全红产那边 他如果有一天在中国觉得不好玩了 想出去走走 给全世界的想去哪个国家 有移民项目的 是吧 特殊人才移民的 直接写一份简历 都不用很复杂 我叫全红产 我曾经在2020年和20 2024年拿了几枚金牌 我申请这个国家的特殊人才移民 奖牌拍个照就可以了 马上就批秒批 我跟你讲 什么不管是 很多国家包括美国 很多国家都有这种特殊人才移民的 你到这些国家去之后 怎么都不能养活自己 这是有遗迹之长的 会游泳 我们这水上的一些 我推特上我发过吗 你不管说是在什么 海滨浴场还是在游泳池 还是在体育馆里边 咱不说大费大贵 你去当一个救生员 可以吧 没问题吧 当一个游泳教练 没问题吧 西方国家这么多学校 很多学校都是开这种体育课的 如果这个学校 能够聘请到一位曾经的奥运金牌选手 来当运动来当教练 对于这个学校也加分 这个学校他们在往外去 介绍这个学校的时候 我们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有多强 而且有曾经的奥运冠军 来当我们什么游泳教练 你看看这个学校的那些家长 是不是马上就是宁愿多掏学费 都要把孩子往学校里面送 所以说黑什么 就从一个利益角度来说 人家这辈子妥了 人家这辈子曾经吃过苦 值了 有人说吃苦 那也算是熬出来了 苦尽甘来 是吧 顾德纲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 你不要看人家是前台显贵 人家是曾经台下受罪 什么台上一分钟 那一分钟都不到 师妹跳在几秒钟跳进去之后 那是台上几秒钟 那台下十年功 人家是自己练出来的 各行各业莫过如此都是这样 盖模能外都是这样 有些人动不动就是说 你老黑以前也写过文章 文章也能够卖点打赏 也能够赚到钱 也不用去搬砖 也不用去刷碗 是吧 能写文章那我也是经过很多年的 魔力 我从初中时期就开始尝试 就写一些文章 把自己的观点 把自己的一些想法 当时也没人看 就写出来 初中时期我就写了一段话 同学一看到了 你写这些东西给我想不一样 搬了几个人在传 我从初中时期我就开始写了 后来QQ时期 微信时期 后来公众号时期 我都写过这些文章 我也是磨砺了很多年 当然了我也不是科班出身 如果说我在什么历史系 或者说是语文系 能够科班出身 那可能就是像六神累累 或者说是牛皮鸣鸣 像诗文换酒 那写出来文字更犀利 所以说我是从野路的出来的 当然同时也是保持一个探索世界 可以说现在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 我不能说我抄前 不敢说我抄前 因为说就有点太狂了 我只能够说 我跟大家的看法 很多地方已经是不一样了 我有我的看法 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不一样了 很多人喜欢就是说 站在国的角度 自由民主的角度 中国的不扯远 就扯运动会 拿了金牌你还要酸一下 是吧 那 现在你再让我跟4年前 再去看事物 那我就不一样了 我跟你的观点不一样了 我就尊重事实 人家能拿冠军 人家是能的 人家能拿冠军 这辈子就妥了 人家这是曾经吃苦吃了几年 这叫苦尽干来了 是吧 所以说 说到这里 几年前的自己 就是说挺挺挺挺挺 挺狂的 也挺飘的 那个时候有流量 有粉丝 系统推荐 我说什么 观众都听的 买账的 就胡说八道 也不是胡说八道吧 就是说也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口味 怎么黑怎么来 什么简体中文 怎样 无所谓 现在确实看待一些事物的观点 确实是变了 得承认 尊重事实 不讨好别人 也不 也也也不 也不试图去说服别人啊 好吧 稍微说几句吧 嗯 就先这样